Hello,大家好,我是老卡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吧 也是我当年的亲身经历 是一个比我还老的吧 就是我管的叫成熟 应该比我大小20岁吧 不一定有20岁 是一个华裔 其实应该说是越南华裔 来到加拿大 我给大家讲讲他的故事吧 刚到加拿大阿弥陀顿 我去McKillan大学上学 那时候呢 就是跟就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 各国来的留学生 一起读那个ESL 那时候呢 学校给发月票 就是McKillan学校给发月票 我们都是天天坐车去上学 平常都是跟同学在一起啊 放学一起走 但是呢 我看到一个中国老头吧 就是咱们跟那儿瞎白红嘛 几个同学 他也经常是就是挺关注我们的 后来呢 我就直接跑到他那去跟他聊天去了 挺好玩的嘛 那个他对我也挺好的 他就给我讲一下他的经历和故事 他呢 就是 其实 要是说国籍 他属于越南人 当年70年代末呢 就是越南返华 他们呢 就没有什么出路 那时候我已经算是大了嘛 79年对越反击战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快上高中了 那时候就是报道 越南大量的碾华人吧 都给碾到中国来了 但他们可能是头脑更活一点 其实是花钱的 当然具体化多少 反正是用金条换多少个金条 就换一个人 其实也应该算是黑社会那种了 就给人家金条 一个多少个金条 一个人 我给你带 带到实际是开船 带到应该是带到香港 在香港呢 应该是还有一个国际难民署啊什么 再给他们 就是怎么说呢 算是组织一下 这就是属于正常渠道了 把他们再运到加拿大 就是按难民来算 来了之后呢 他们应该是八十年代初就来了嘛 那时候的加拿大的 就是每小时的食给还是挺少的呢 他们就是拼命干活 干活再挣钱 再把家人带过来 是一个小老头 其实身体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那个时候嘛 还天天去大工 应该那时候已经有六十多了吧 有儿有女的 反正都在加拿大 已经稳定的生活了 也有房子 还算不错吧 但是可以看出来 那个工资呢 也并不是很高 但实际我觉得 他们还真都很有语言天才的 他也挺愿意跟我讲到过去嘛 他们越南话 什么粤语 那个福建的那个客家化 普通话 他们都会 这是 很厉害 我觉得这是很厉害 但是就是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还是比较 就是从挣钱的那个 因为没掌握什么特别的技术什么的嘛 就是最底层的劳动者 因为人倒挺好的 还经常那个把那个咖啡卡 那个麦当劳的咖啡卡 我媳妇问我能够学校再买月票什么的 一家人真的是都挺好的 其实我认为就是中国人的世界 但是是确实是当年 因为东南亚可能遍布着这个闯南洋的中国人 他应该是可能有俩女儿吧 一个儿子 那个房子不大 但是也是独立房子 也还行 后来呢 我家就搬到了爱德蒙的西面 其实真的是老想去看看他老人家 但是他一直这事那事拖的 我喜不会儿就是看过他 他就是身体不是特别好 还说给老坎带好 真的是挺好的一个老人 但是我喜不说 见到那次已经身体不是特别好了 有点像中风啊什么的 那个有点偏瘫的那个 就是初级的那种症状 其实就是这样 我就说加拿把什么样的人呢 都有 加拿大那时候我知道的 你看70年代末 80年代初就开始接受难民 其实现在也是 而且现在这个还挺多人不满 其实就是引起很多争论吧 因为难民的待遇还是挺好的 尤其现在吧 就是大量的难民是来自中东嘛 信仰是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他们呢 有些人反正是怎么说呢 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 而且呢就是前还多生孩子的 其实这样就是难民呢 本身是就移民的一块 一年呢 具体数字我不知道 可能也有几万这样的 加拿大而且是 就是现在的政府 还是大量的吸收难民嘛 尤其是从中东来的 叙利亚来的难民 在这点上实际 而且还是很多西人 包括就是来得早一点的技术移民 包括中国人什么的 都是还是挺有意见的 因为加拿大的福利政策 就是偏向于没有钱的嘛 其实作为华人那些人 都还是比较勤劳的 就是在加拿大是这样 你没有技术 你勤勤勤勃的肯干 其实生活也没有大问题 当你挣的越来越多呢 实际加拿大的税收就越来越大 而且这个回馈呢 都是给没钱的人 就是这样造成了一些人的心理不平衡嘛 有些难民吧 就是中东的 因为他们比较爱生孩子 生了五六个的也都正常 而且最过分的有一个 生了好像也生了18个孩子 具体还有采访的 就说那个 我很珍惜我和孩子相处的这些时间 为什么呢 就是他18个孩子 他挣的牛奶金 他因为他低收入嘛 他这补助 其实应该远远高于 正常人的收入了 还不上税 所以说很多人看着就很不愤嘛 我们挣钱 我们挣的很多 交了税 然后养他不干活 然后他还口口声说呢 我要享受 跟我孩子一起成长的时候 我不能出去打工去 这个时间对我很宝贵 废话对谁富宝贵呀 这个呢 就是有点激化了矛盾 所以说呢 其实跟美国 可能也有这种现象嘛 就是越来越排斥 美国甚至说 我们不接受 那个中东的叙利亚的难民 但是加拿大的 那个总理小土豆就 很很圣母嘛 就是我们全接受 实际接受了之后 确实是有一定的问题 不是很容易解决的 我只是说这个事 今天呢 就跟大家下白话到这儿 谢谢大家再见